常言道 社稷新王匹夫有责 我等归为皇室一脉 怎能眼见谢瑶桓 与叛军狼狈为奸 祸害社稷 我等绝不容忍 谢瑶桓与叛军狼狈为奸 祸害社稷 轻能要奏之时 我已尽知 须今勘察方之真情 仲卿退朝吧 起奏太后 来军臣等 以查识谢瑶桓串通叛军的 叛逆罪行 恳请太后垂听 恳请太后垂听 请太后 走来 谢瑶桓 于数日前 前往叛军 援军剑营仗 与援军剑 洛宾王等贼 秘谋 并于昨日 手捧上方剑 前往常州 李萧义总管大仗 威逼李萧义总管 解围放走叛军 这是 李萧义总管 送回大理寺的 谢瑶桓亲笔首令 威逼李萧义总管 解围放贼 请太后预来 陛下 谢瑶桓判你之罪确凿 不斩谢瑶桓九族 赦冀难安哪 是啊 赦冀难安哪 谢瑶桓判你之罪确凿 赦冀难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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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才人 也有吉奏惩逃避回朝 用心良苦 绝非通敌 届时 自当有个交代 姑母陛下 后期再延平叛事者 斩无赦 新任右肃政总管张俭之有本上奏 坐 臣张俭之直在倾诉朝政 不敢惜命不严 臣以为谢姚桓在此人心躁动 危难当头之际 无论其是何用心 太护奸贼五万余众追随瞿敬业 以匡父为名叛逆事实 绝不可以解围释放 据此臣以为谢姚桓 已与奸贼同罪 不斩谢姚桓何以收视天下叛逆之心 是 不斩谢姚桓何以收视天下叛逆之心 臣请陛下以社稷为念 将谢姚桓就地正法 以震慑叛逆之心 将谢姚桓就地正法 以震慑叛逆之心 是 仲卿 谢财人士奉旨行事 一切后果自由本后承担 退朝 退朝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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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有旨 退朝 太后 太后 不止意 不止意 张简直 实军之路 忠军之势 张简直 既为又肃政大夫 有一事不明 不敢奉旨 你有何事不明 方才陛下言说 谢姚桓是奉旨行事 当今朝政全由陛下做主 那么谢姚桓释放派军一事 也是奉照陛下旨意行事吗 此事另有隐情 是 容臣斗胆 陛下诗言 张简直 无臣子状 宦官怎可指斥朝臣 退下 张简直 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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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众卿平身吧 张简直 臣在 容你奏来 站着说话吧 妾太后 当此之际 所奉之旨 都应该是剿灭判众之旨 绝无纵容判众之旨 如果纵容判众之旨 也成了朝廷的旨意 那么 奉旨平叛的将士 又将如何行事呢 起奏陛下 张简直所奏即是 那谢敖桓二十余年来 一世恩宠 没所欲为 那河内郡王武夷宗 即获罪当死刑 但堂堂郡王也不该他区区后宫女官 将士尚方剑擅自斩杀 今天 由将士尚方剑 放走五万叛众 早该罪己九足 这等恶臂若不处死 我满朝文武 性命有何保障啊 请陛下歌恩断崇 以正王法 请陛下歌恩断崇 以正王法 已等话封所指 到底是谁 请陛下歌恩断崇 以正王法 请陛下歌恩断崇 以正王法 请陛下歌恩断崇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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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回事 这什么回事 谁啊 他们不知道啊 这么多女人在哭啊 对啊 这是为何啊 为何啊 陛下 殿堂外 成三朗的仪寡 领着平叛军中阵亡将士的数十名寡妇 听说陛下不肯处死谢姚环 他们劈麻戴笑 哭上殿来 啊 他们还说 若不处死谢姚环 平叛阵亡将士 死不瞑目 更会含了平叛三军的军心 母后 但谢姚环必须就地正法 以锦绍 以安天下呀 将谢姚环就地正法 以安天下 想启 Aras 白郡辰周姓听旨 后旨 素望长城 首会上奉鉴 将谢姚环 九弟正法 爱慕胜财 万岁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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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万岁万岁